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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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杨茜 大家好 我是鄭清斌 很高興能在這裡和大家互相討論 形而尚未知道的邏輯 形而下乃是動作上的形式 動作漂亮有勁道 由交感神經系統所帶動的一種表象 形而上是心靈上的精神上的感覺 生命的粗俗 言神、言氣 屬於交感神經所帶動的一種表象 如何從形而下進階到形而上 心要淨化心靈 讓神經系統鬆開 神經系統鬆開沒有障礙 神則隨動作而放 所謂神以內斂 修身養性 靜化心靈 然能明心見性 探討生命的原有 是很多人的理想 然達某有收到 金脈無礙死能日定 性命雙修 方為正道 中醫說 神藏一心 抬頭三尺 有神明 鴨頭三切無心靈 現在請各位跟著我一起做 首先頭部微微抬起 大腦放空 心隨著動作而放下來 反覆多做幾次 熟能生巧 慢慢會有神以內斂的感覺 練功養生治病 首先心要疏通經脈 氣血通暢 內複密得以正常 層間墜走 鬆腰漏垮 全身鬆開讓圍裡帶動 打通圍裡觀 夾擊觀 淨化心靈一整觀 熟能生巧 通商觀 黃帝內經說 心為生之本 心一動就是慾戀 慾戀帶動神經系統 神經帶動肌肉 橫隔膜 然而腹膠感能帶動到深層膜 經過練習 前身放鬆到腳底 能接地 為之空掛 莊子說 真人習之一種 當我們的心靈進化 意氣就會隨之而歸遠 深層到腳底 Thank you Merci beaucoup Sayonara See you next time